大部分都坐著嘛 大部分都坐著嘛 都是這樣有彈性的那種 好來 我這邊已經下載幾個 你看一下 這個是比較完整的 先把它收起來 這是比較完整的 有沒有 請問這個會一次就好 當然不會啊 你在想東西怎麼可能 每次都專心 我這個小時我就來想東西 然後就開始一個小時就做好 如果你知道你也是天才 有些人是不小心 早上起來坐在馬桶上就想出來 對不對 有些人是走在 在搭公車的時候不小心就想到 Idea嘛 所以其實新制度一個很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就是把那些東西慢慢怎麼樣 累積起來 那麼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我有正式的還有草稿的 正式的就是要運出來用的 所以我會再稍微整理漂亮一點 但是草稿的 給它隨便一點 這樣有沒有很隨便 有想到什麼就想進來啊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你有沒有覺得看到這個有點熟悉的感覺 你們這樣一 sale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 工作表 對啊 為什麼不行 新制度也可以有工作表啊 甚至它可以有超連結 也可以互相跳來跳去的喔 也是可以齁 那 你知道我這個整理多久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齁 來看這裡 新制度不只要你留住現在 還要你看到過去 有沒有修訂歷史 這很重要 因為有些時候 最好的 還是原本那一個 對不對 找了很久 還是 舊愛最美 還不是會調肝 所以有些時候我需要回去看一下 修訂歷 因為難免 可能你這次改了 結果發現 哇糟糕 我以前那個版本才是對的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這個主題 有沒有準備很久 有沒有 你每改一次 它會幫你記錄 但是 這部分的功能 各位要注意一下 雲端版 沒有歷史記錄 如果你是用雲端的 不管是在雲端上直接編輯 或是在我們的Xmine 直接打開雲端的 它雲端版沒有修訂歷史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是單機版的 這個檔案 它會幫你把這個歷史保留下來 所以我點到 你看我最原始的那個版本 點到它 有沒有看到我最原始只有金龍沙喜 這樣可以見人嗎 你看我剛開始只有想到這個而已 有沒有差很多 對不對 所以 慢慢長大嘛 所以 你知道怎麼做縮時攝影了嗎 有時候我們在想東西 那個過程很重要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把它留下來 這樣我可以回家了嗎 因為這裡已經保留了兩年的紀錄了 那你說 我可不可以回到這個版本 可以啊 我記得 它有一個直接套用的 新版本是比較簡單的 8點就直接預覽完 如果你要回到這個就可以直接回到過去 這樣子 好 這樣有沒有一點了解的 應該是在這裡 點到它 按右鍵吧 有沒有 回到那個版本 這樣了解了 好 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其他幾個也都一樣 這裡 教育百分百 這也是 剛剛看這個 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裡分頁比較多 對不對 而且呢 這裡的分頁 很好玩喔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超連結 按一下 有沒有跳過來 所以其實 用新日圖可不可以做簡報 可以 它真的有這個功能 其實我會選擇用S-Mine有一個好處 它有付費的也有免費的 以前我買過付費的啦 只是 以前它的這個 簡報功能 我是覺得實在是不怎麼樣啊 就是 我用 Prazy 或者是我們剛剛 是不是能夠做到比較好 對不對 成像我這樣 那如果你只是 發想階段的簡報 我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設計簡報 用它來做也是OK喔 也是OK喔 所以它一樣有 只是 它這個部分是屬於付費功能 所以它要你 先付費的再做這樣子 這樣了解 好 免費的我比較喜歡 就是這樣直接用就好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很多 有沒有 我想到FAQ的部分啊 還要怎麼 去做處理啊 欸我就把我想到的通加進來 好 那我們先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增加這些分頁 回到這邊啦 預設是不是只有一個 叫做工作表 Shit1而已 好 請從插入這邊 有沒有一個 新建分頁 頁面 這樣是不是有兩個了 對調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不然我一定不會問嘛 好 所以呢 點兩下 重新命名 這樣會了 請問超連結 按右鍵 剛剛不是有個超連結嗎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連到不同主題 這叫主題 在它裡面把這個叫稱作主題 所以我想要連到這個地方 確定按下去 有沒有就直接跳進來了 就是跳到剛剛樂主這裡來 所以其實它一樣可以有超連結 可以有這樣的概念 這樣大家對新世主題 比較稍微熟悉一點的 那 我這一段先到這邊 等一下我錄另外一段 好 來